马尽头带到美国这个地方 美国旧金山的慈济人文学校 举办万圣节游行活动 学校以水果代替糖果 鼓励小朋友要多吃蔬菜水果 而休斯顿的人文学校 就请小朋友以蔬果为主题 制作环保面具 戴着面具上学校 每个小朋友各出其招 休斯顿慈济人文学校 举办万圣节活动 邀请小朋友发挥环保概念 制作自己的面具 这个是卫生纸的 那个里面卷的卷筒 橘子皮当成鼻子 然后香蕉皮嘴巴 然后橘子的籽当成牙齿 环保兼兵换我做 好多的树在水果 而吃俗的巫婆在人群中 找到各式各样的创意蔬果面具 孩子们不捣蛋 也能够获得奖励的糖果 来到旧金山的人文学校 老师们让小朋友的创意 发挥在素食组合当中 最佳创意是给七年级的学生 不让哥哥姐姐专美于钱 接下来的庆祝万圣节 第一年级小朋友的装扮各有特色 而老师们的蔬果妆 更是慈祭推广素食的最佳代言 那这个学校都发水果 呃代替糖果 那对小孩子来讲比较健康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idea 原本只是好玩的节日 融合了慈祭人文 大家的万圣节 欢乐更别具意义 大爱新闻之下 美国综合发达